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叶梨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八十六集 唐世言大惊失色 夺不上情 却似乎这一步沉重万般 他巨踏不过两三步 可是终究比不上他的手快 容颜飞便是这样绝战的女子 若要认定了一件事情 是绝不会犹豫不决的 不要 容颜飞 唐世言感觉身体仿佛被抽空一般 心底的痛倾吼蔓延 四肢百骸似乎都被入侵了一般 不 是我口是心扉 容颜飞 我喜欢你 千钧一发 唐世言脱口而出 她的手触及到容颜飞身体的刹那 方才定睛看去 事才脑中一片空白 只听见一声风响 容颜飞被她拉在怀中 而那手中的弯刀 竟已在李昭南手中 容颜飞一时一惊 戴到睁眼已在唐世言怀里 唐世言惊惧不已 眼里的黄人犹在 故自不敢相信 容颜飞面色烟红 一双水灵灵的眸 仍然情意默默地望着自己 唐世言与容颜飞一同看向李昭南 李昭南手握弯刀 上下蹲下 赞道 果然好道 数量如光 力而不重 不错 李昭南说着 将弯刀致向唐世言 唐世言伸手接过 另一只手却仍然揽着容颜飞腰紧 她不解 李昭南却狡黠一笑 这不是都说出口了 容颜飞与唐世言一正 齿横亦是心里一惊 她看向李昭南 李昭南目光深深 冷峻的脸 洋溢着得意的笑容 那是她脸上极少见的笑容 她望着唐世言 跳针笑道 唐世言 这说过 迟早要报复回来 唐世言一正 脑海里迅速掠过种种记忆 记忆停留在大军出征时 她住址横随在军中 李昭南气得无话可说的情景 好啊 一向只会捉弄别人的人 居然被别人捉弄了 唐世言脸色一阵红润 放开容颜飞 你 你捉弄我 李昭南一扫脸上阴霾 狼声笑道 哈哈哈哈 是啊 朕的话 想来说到做到 说了要报复回来 就一定要报复回来 说着 转眼看向容颜飞 容颜飞一时惊诧地看着她 泪积未干的美眸 轻拧不定 陛下 你 李昭南忽而收敛了笑容 面色重归正重 公主 既然都肯为唐世言而死 还说 不要嫁给唐世言吗 容颜飞身子一震 她拧眸看着李昭南 李昭南的眼神 深重不已 夜色一般的眸 西里明亮有光 她的目光 似乎早已经看穿了 这世间的一切 任何人 任何事 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 皆会无所遁形 李昭南叹息一声 目光望向止横 便有柔情万种 唯有经历了生死 才知道彼此真心 否则 你二人可会意识到 轻言雷笔 也许 便可能是一生 我们已错过一次 这一次 一个绝脚 一个好强 谁都不肯先开口 那么 便让朕来让你们开口 纸横看着她 不可思议她用心之身 连自己都没有看出分毫 她一度感觉 李昭南欲杀唐世言 即使 仍然心存侥幸 但终究不会想到 她的用心 竟是要他们彼此学会真心 而不是一味地逞强好胜 而错过了一生 想想 的确如此 唐世言高傲倔强 容颜非好强争胜 依然擦肩而过后 便更加谁也不肯先开口 即使 皆是心如刀割 即使 皆是旧情难忘 可若非一番寒澈骨 又哪来的梅花扑鼻笑 唯有生死当前 方有最真的情便流淌 唐世言看向容颜非 容颜非 飞红面颊 袖子迷离 她似乎懂了 李昭南并非是捉弄她 而是了解她 若李昭南直言 要她迎娶容颜非 那么她心高气傲 连关都不会坐得咸鱼也喝 怎么会去坐赫娜的驸马 那么 即使她心存爱念 却也一定会拒绝 这是她的怪性子 而容颜非亦是如此 若说要她为国为民 嫁给唐世言 加上唐世言曾狠心决绝的行为 她绝计不愿强人所难 那么 两方定然僵持 容颜非轻轻低头 陛下 你比想象的 还要深 李昭南笑道 承蒙夸奖 纸横眉间细致盈淺笑 她几乎感动得落泪 一见秋桶里 只照见她高俊的形容 她身姿赫赫 目光却肘脸 她靠在她的肩上 昭南 她的确是变冷 她的心境一人极深 可她的心 那块寒冷的千年悬病 却在一点一滴的融化 唐世言与容颜非对望 两人的眼神交汇 曾经的种种 一如云烟 营绕在凝眸的瞬间 唐世言呼得举刀 容颜非惊倒 唐世言 一声过后 只见唐世言刀锋激励 迅疾如电 刹那 一缕发断落 唐世言伸手接住 容颜非心里 如同山石崩落 那些坚硬 瞬间塌险 只见唐世言自怀中拿出那一缕青丝 玉色丝带仔细记着 唐世言将自己的发与那真实的青丝相近 永结通信 容颜非泪光飘落 面容欺伤 明明该是情之所至的悸动 却只余下青丝记忆的疼痛 曾经 那热烈表白后的心痛 历历在目 便更感到眼前一切的不甚真实 唐世言 她哽咽难言 唐世言将系在一起的发 递在她的手上 公主 我与你一同回去 面对你的父王 容颜非握紧那缠绕一起的发 一语唐世言的手握在一起 仿佛有种无形的力量 自掌心生疼 等一等 李昭南忽然地叫住他们 二人回首 但见李昭南目光凝重万分 你们就这样去 容额丹岂能答应 二人一正 只横意识宁眉看她 李昭南导 唐义公 容额丹要的是心安 容颜非嫁的不是朕 你如何令容额丹心安而归 唐世言心中一颤 眉心对是凝结在一起 不错 容额丹如此兴师动众 又怎会甘心让容颜非 嫁给一介草寇 便满意而回 那么 根本的问题 依然没有解决 她看向容颜非 容颜非一时目光难为 她咬唇 父王此番 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而来 况且 因着乌流国王子一事 父王已对自己大为光火 那么 又怎会轻易地退兵 更准许他与唐世言一事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心里呼得一个闪念 望向李赵南 陛下 你 你不会早有计策了吧 李赵南牵吹一笑 计策谈不上 办法倒是有一个 唐世言望着他 别卖棺子 李赵南骤然拧紧眉 壮似运怒 唐世言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说着 转身回到龙岸 摊开一圈紧薄 笔锋如刀 字字铿锵 写下一纸圣玉 他抬眸说 拿着这个 不敢说万无一失 却总比你们两个 就这么支身而去 胜色要高 唐世言上前接过 疑惑地看着他 李赵南笑笑 怎么 怕有陷阱吗 唐世言点点头 嗯 你现在还有什么事情 做不出的 是陷阱 也说不定 唐世言握着圣玉 也不失礼 容颜飞也是个 好奇的性子 走过来接过圣玉 争玉展开 李赵南却道 公主 现在展开 可不要后悔哦 容颜飞一正 李赵南的目光深沉 肆意望无际的深海 他略作犹豫 看向唐世言 唐世言 一时摸不着头脑 索性揣起来 不看就不看 说完 转世而去 李赵南呼地叫住他 唐世言 此去 可不仅仅是你个人之事 朕本不想与家国天下相关 可这又是逃避不得的 定要成功 不准失败 他的声调 重归了强领与冷觉 声音不大 却透露着绝对的权威 唐世言一收敛了笑语 他转眼望向容颜飞 容颜飞脸上 亦有着万分凝重 他一生 只想着青山逍遥 或相间清闲 可似乎总是事与愿违 他只想做一个山头草扣 却偏偏逃不开宫围之斗 他只想做一只咸云野鹤 却偏偏逃不开命运的猪弄 他 偏旧遇见了他 金枝玉叶 高高在上的赫娜公主 他的命运 似乎总与意愿相违背 也许 这就是天意 他笑了 拉紧容颜飞的手 我们走吧 容颜飞感受到 他掌心温热的气息 丝丝入心 丝丝是情意 他似乎从未被这样 赤热的手掌握住 似乎从没有过 一股暖流 如潺潺细水 流入心里 绵柔如丝 许是太多的沙场征战 磨灭了他的女子柔情 可当预照真正的相爱之人 这种情组 便如同被唤醒 深刻而汹涌 他与唐世言 并肩而去 七侠殿内 这座似乎蕴藏着 无数传奇的大殿 见证了太多爱恨情仇 成就了几对神仙眷侣 七侠殿有百年历史 荣美奢华中 透着庄重 李昭南看向纸横 一拥着他走出殿雨 白玉宫街 东寒绵绵 一束青梅 傲然风中 空气冷冽 却畅快 不久 便会有一场雪吧 李昭南眉宇清洁一蹴 从前 每当这个时候 他都会莫名地 一起一个人 而自从遇见纸横 却是他这些年来 第一次想到 他望着长空 落月荧光 照在一束 寒暴青梅上 默默月滑 如雪似霜 今年的这个冬 似乎寒得过早了一些 纸横望着他 本于开口 却见他深深眸中 似乎感慨连连 若有似无的刘絮 纷纷在眼底起伏 他揽着他妖记的手 已越来越紧 纸横不禁争松 他的神情 为何哀众至此 容颜飞与唐 侧马向盈水河畔而去 盈水河位于 鸾杨成交 长风陌陌 荡开容颜飞长发如墨 唐世言微微侧眸 身边的女子 秀丽如草原盛开的金莲花 她虽非只横那般 祸世容颜 却也是灵气逼人 清晨时分 天蒙蒙擦亮 二人一夜封尘 赶回到阿娜大营 容颜飞求见荣尔丹 许久 荣尔丹方令二人入内 大仗之内 寻着浓郁木草香 荣尔丹见容颜飞身边 跟着一洒一男子 他眉目清和 眼神却透着锐气 飞飞凝眉而思 方一起必消殿之便 此人乃是李昭南心腹 带兵一路杀入的唐氏盐 怎么会是他 李昭南活路里卖的什么药 荣尔丹诉声道 燕尔 越来越不像话了 谁令你随随便便的 便与敌营之人见面 容颜飞上前一步 直言道 父王 我要成亲 他二人说的是汉话 荣尔丹许是看着唐氏盐 在刻意而为 容颜飞一句话 令荣尔丹略微差染 什么 荣尔丹重复道 父王 燕尔要成亲 荣尔丹神色正正 成亲 不自觉地望向身边的唐氏盐 心中顿时大惊 脸容易黑暗了 跟谁成亲 容颜飞见父王脸色大变 料他已经猜到些许 他望向唐氏盐 交手与他相握 他温然而笑 他 唐氏盐 大元唐义公 父王想必是见过的 碧霄殿 他们算是联手 哼 荣尔丹拍案而起 怒谋如火 唐义公 好个唐义公 据我所知 不过是个虚嫌罢了 如今 亦不过是山贼草寇 如何配得上我阿娜公主 荣尔丹的怒气 在意料之中 唐氏盐容色平淡 从容上前道 王 唐氏盐确实是一介唐莽 佩不得公主 可唐氏盐 却可断言 唯有唐某 可给公主幸福 幸福 荣尔丹冷冷吃笑 你拿什么给婴儿幸福 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 你有什么自问 荣尔妃闪身在父亲身边 高声说 父王 我非唐氏盐不嫁 若您不应 你又以死相逼吗 荣尔丹一句话 荣尹妃反而正主 荣尔丹冷冷道 燕尔丹 你不要得寸进尺 若非你拒绝 无留国的婚事 我和哪何至于好才赔偿 而你明知道 李昭南 乃昭令西改 心思莫测之人 却还为父王惹事 父王真是宠坏了你 说着 向外喝道 来人 将公主给我押回去 没有我的命令 不得踏出帐外一步 帐外匆匆跑见 两名阿娜勇士 却迟疑着不敢上前 荣尹妃公主 草原上最高贵的女人 草原的骄傲 荣尔丹一声怒吓 还不动手 荣尔丹见状 书然 荧光赫然沉色 常见抽窍 荣尔丹剑在手 目光却朗朗 忠耳丹一惊 忠妍非一时一惊 荣尔丹 他怎这般冲动 荣尔丹却淡笑着说道 我荣尔丹在 便不会再轻易地 放公主而去 说着拉过荣尹妃 荣尹妃惊宁地望着她 她脸容不尽紧张 依旧一派淡然 带公主走 先问过我这把剑 荣尔丹一惊 随即冷横道 荣尔丹 纵你有再大的本事 能敌得过我和那大军吗 能逃得出我这军营去吗 唐世言笑道 不能 便请王先看过了陛下圣玉 再先决定不迟 世才唐世言 倒忘记了身上有李昭男圣玉一封 他伸手递过去 荣尔丹目光有矣 结果金丝博圣玉 展开看去 一行行扫过 目光骤然宁紧 世才大为光火的目色里 仿佛掺杂了金句 他抬眼看着唐世言 上下打量 唐世言不解 他的目光瞬息万变 容色亦凌乱不已 李昭男圣玉上 究竟写了什么 为何令荣尔丹观之变色 荣尔丹声音低沉 待唐义公下去休息 暂且留在营中 唐世言望向容颜飞 两人不禁宁眉 高深莫测的李昭男 究竟在圣玉上写了什么 竟然让荣尔丹 神色紧张至此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八十七集 唐世言与容颜飞 跨出大仗 星光露出云矮 营水河畔 河风夹杂着枯涩的气息 容颜飞不解道 陛下究竟写了什么 唐世言摇头 谁知道 越来越看不透她了 容颜飞正欲在言 却见帐子后 盈盈夺出一名女子 那女子一身 柳绿色淡沙周丝绵裙 默默长风 吹得裙沙如霧 美艳的脸 淡淡一层胭脂 唇角带着若有似无的一丝笑 向两人缓缓而来 容颜飞眉一宁 原心 唐世言一惊 一回头看去 只见那步步赫挪的女子 直向着她 隐隐开口 唐世言 对吗 唐世言与容颜飞接着一惊 容颜飞容色暗淡 望向唐世言 你这是原心 唐世言仔细地望着那女子 那女子一身秀丽 容色端庄 寒天水边 平显得贵胄风云 原心这个名字 她确实没有听说过 在记忆深处 仔细地回想这张脸 她看她许久 却依然没有头绪 她向容颜飞摇摇头 不认识 说着 一对那女子道 姑娘是 那女子微微含笑 唐公子 可否与我单独谈谈 有些要紧的话 原心想与公子说 要紧的话 唐世言略微犹豫 可这初见的女子 竟可叫出自己的名字 着实奇怪 唐世言正欲开口 中烟飞雪拉住她 疑惑地看着原心 原心 究竟什么事 原心悠悠看着她 从容胆笑 公主 何必如此介意 看来 原心眸光忽而一朔 看来公主与唐公子 感情不过如此 否则为何这般小家子气 你 容颜飞一步上前 晨光下日色淡渺 浮云浅浅流动天际 原心静静立在风里 寒风吹得她裙上飞舞 愈发显得她身姿楚楚娇弱 她云淡风轻地笑 在寒冬时节 宛若一缕暖暖的阳光 照着眼前一切枯涩的景色 原心 三年前来到阿娜 是哥哥容行山带回来的女子 因多才多艺 会是蓝心 颇得容行山妻子 乌兰喜爱 一直留在身边 视作姐妹 她乃中原人 生得娇媚 故而这些年 一直有阿娜贵族勇士求于她 她却从无心动 只是这样忧淡的生活 好像一切 皆与她无关一般 可此时 她竟出现在唐世言面前 叫出她的名字 她那般不贫不孝 并可动人心魄的样子 非绝色 亦可倾城 她的淡然与典雅气质 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容颜飞心里不由地介意 她看着唐世言 唐世言去笑笑 公主放心 难道你以为 唐世言是建议思迁之人吗 容颜飞面色微红 看着原心淡笑的容颜 她眸光安定 可越是这样 她越是觉得 那是莫大的讽刺 她放开唐世言衣袖 转身而去 唐世言知她负气 显然 虽容颜飞与那女子相识 但相处得却不甚好 唐世言摇摇头 微笑着看向原心 姑娘请吧 原心看着一边 两名阿娜勇士 微微一滴眉 两位可否行个方便 那两人历史显得局促 相互一望 唐世言惊险 二人进阶红了脸 两人齐声道 原心姑娘请便 巫妖离了营地便好 原心悠悠说 一定 这些规矩 原心懂得 于是转身而去 唐世言缓步跟在她身后 东寒 营水河依然悠悠 寒气逼入衣襟 女子身子有些瑟瑟的 她立在一处偏僻地方 长发随风而舞 她的背影 鲜利独秀 别有一种风情 唐世言道 姑娘 找再下来 不是为赏风景吧 原心背向她 静声说 唐公子自大元来 原心亦是大元人 唐世言不语 继续听她说 她顿了一顿 却许久没有开口 唐世言有些许不耐烦 终究道 姑娘有话 不妨直说 原心缓缓回身 清冷的风 浮起她末发连绵 回眸之间 那眼里的清澈 却化作了转绵绵的 一宗流水 摇摇欲坠 唐世言一惊 原心竭力压抑住 却争不免声音哽咽 陛下 她可好吗 李昭南 唐世言千丝万想过 无数可能 却从不曾想过 此女竟会问起 李昭南来 她细细打量她 她一身的淡薄 可眉语间 却似乎有 与生俱来的贵气 她宁眉说 姑娘时得当今陛下 原心看着她 盈盈水墓中 水光烈焰 风霄 水寒 人孤了 她并未回答唐世言 只是自顾自地说 听说 她设施宠爱七家殿的杨妃 此女更传言死而复生 如今被立为皇后 唐世言的震惊 一波高过一波 眼前的女子到底是谁 为何对大元 对李昭南 似乎果然十分关注的样子 她抬眸瞬间 泪水终究掉了 她是怎样的女子 我听说 并非一个很好的女子 她曾嫁为人妇 却在新婚之夜 眼又遗忘 当福之名 藏贯天下 姑娘 你到底是谁 唐世言打断她 清朗的眸内 泛起戒备的冷光 她盯着这女子 虽然 她一派淡雅高贵 听她的一言一句 她却觉得来者不善 原心看着她 却不过冷笑一声 你无需知道我是谁 只需回答我的问题便好 唐世言一时冷笑道 即是如此 却请书在下 没有必要在此听姑娘疑问 说着抱拳而去 站住 身后女子一声娇和 这一声 便不似她一直的温言软语 那两个字里 竟有几分威严 若是依着唐世言脾气 定然头也不回 可是这女子太过神秘 一言一句 好像关乎着李昭南 却如此遮遮掩掩 不得不令她好奇 她停住脚步 淡淡说 姑娘不先说明身份 唐某一个字也不会说 是吗 原心的语气 唐世言长吸一口气 依然道 确定 她正欲转身 原心却呼得自怀中 掏出一雾 唐世言余光扫见 顿时震住了脚步 原心冷冷地笑 唐世言 见了这个 我却是否可以 令你回答我 唐世言大惊失色 步子不禁向后微微一退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女子秀色容颜 清傲里带着一丝威胁的疑问 冷风欲发如刀 她鲜白的手 紧紧握着那件东西 莫森凝脆 纹路金雕 一转一刻 巧夺天宫 那 竟是李昭南 对星龙邦的密令 莫遇 唐世言惊害不已 颤声说道 你 你怎么会有这块莫遇 原心将莫遇缓缓放下 微微笑道 你不知道 这遇原本便是一对吗 星龙邦之人 为遇事从 唐世言 我可能令你回答我的问题 唐世言心中大振 此女不但对李昭南 似乎十分了解 便是对星龙邦 亦似乎知道许多 唐世言 正正地望着她 她的面容 重归安静文秀 淡雅高贵 试材的阴霾 与冰冷 一扫而光 原心看着她 炸暖缓寒的沉色 令原心 慕有清光 唐世言心里 拉扯半晌 她手中的墨浴 她太熟悉 可是却真的不知 这玉镜有两块 想着 心中还是多了一层防备 唐某从未听过 不管姑娘从哪里得了此语 如今的星龙邦 只以陛下致命是从 若姑娘依然如此遮掩 唐某一个字也不会说 是吗 原心诞生道 即使会对不起老帮主 也不会说吗 唐世言 你的身世 你可知道吗 唐世言身子大震 心内仿佛被营水 和冲击而来 她精明地望着眼前女子 她笑意从容 气韵华贵 虽是一身清淡 却掩饰不住她的威仪 你到底是谁 唐世言沉了声色 原心却笑道 我说过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回答我的问题 七侠殿里的女子 究竟是怎样的女子 而当今陛下 何以 对这样生命不堪的女子 如此宠爱万分 还是外界传言有误 唐世言解握双手 这女子虽气韵不凡 可却令人毫无好感 可是 她说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又都牵扯着自己 不得不听她说下去 她竟知道老帮主 竟还提及了自己的身世 她沉一身气 压抑道 当今皇后 亦是齐女子 荣死倾城 姿容绝世 虽柔弱先鲜 却可为陛下而死 甚至放弃荣华富贵 眼居深山 千里迢迢 为陛下抄劫粮草 以紧燃眉之急 至于外方传闻 姑娘以为 外方对陛下的传闻 又有几分是真的呢 原心眉心 渐渐凝结 柔和的目光里 又积累忧伤 是吗 唐世言冷哼一声 姑娘若是不信 又何必问她吗 原心却自充耳不闻 神色仿佛陷入了 重重追忆 眼里流动的 是畅茫的光色 寒风微色 撞入眼里 泪光凝结成雾 萌萌如烟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唐世言见她沉思 道 姑娘可还有其他吩咐 若是姑娘的话问完了 唐某便告辞了 她逐意加重告辞两字 嘲讽非常 原心这才看向她 悠悠笑道 你不问你的身世吗 唐世言挑唇道 姑娘想说自然会说 唐某可非强人左男之人 说着转身于去 原心的声音 再次轻轻响起 唐世言 此番求娶赫娜公主 定然成功 陛下的那道圣玉 你可看过了 唐世言再次顿着脚步 为什么她好像什么都知道 唐世言转身凝眉不解 原心笑着说 无必惊讶 是才我便在站连后 都听到了 讹那之事 坚瞒不过我 原心略微停顿 缓步走进唐世言 寒风 令莫发偏然 她柔润的眼光望着她 意味深长 唐世言 你以为你对陛下 忠心耿耿 她便任何事情 都不瞒你吗 你以为当今 陛下是何许人 你与她成兄道弟 便算真正了解她了吗 你错了 她瞒着你的事情 恐怕不止一两件 而她的眼里 从无兄弟亲情 亦无挚爱情真 在她眼里 什么人都可以牺牲的 也包括 你和那个 七侠殿的皇后娘娘 说着 得意的杨杨梅 笑着说 想必荣耳丹 看了那道圣玉 定要斟酌一番 哼 若是加上我的几句话 你迎娶容颜飞公主 必然成功 她话里有话 唐世言一正 随即道 姑娘好心 唐某心里 只是唐某无功不受禄 姑娘不须都费心了 唐世言 何必如此骄傲 我自是有所交换 才与你提起 原心淡淡说 好似说起一件 极平常的交易 唐世言看着她 这女子 为何让人自心底反感 而又有几分生畏 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她看着她 原心继续说 我自可祝你达成 迎娶容颜飞 两国重修就好的愿望 可你 亦要搭远 带我一同返回大园去 唐世言真松 上下打量此女 这女子的心思之深 悬然不似她外表般 清美如水 她的一言一句 都彰显着 她的不同寻常 唐世言却向来 不喜欢被人威胁 她笑道 还是不劳姑娘费心了 唐某的事情 唐某自会解决 说着再次转身而去 原心平静道 唐世言 你可不要后悔 唐世言这一词 头也不回 冷声喝道 姑娘 你所说的陛下 已经是从前的陛下了 如今的陛下 只恐怕姑娘 你并不了解 说完 身后原心眉风一动 暗自握紧双手 唐世言背影英译 风过寒霜 饮水河滔滔如炬 长风令一眉飞扬 卷起尘埃无数 皆落在了心头 唐世言虽然是从容而去 可心里的纠缠 却更加繁复 这个女子不简单 她的一些话 成功调解了自己的好奇心 诋毁紫衡 挑拨她与李昭南 又威胁利诱 欲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的女子 最显然的 便是对紫衡心还敌意 莫非 又是那个曾经风流无度的帝王 欠下的风流债不成 若是如此 她一旦返回大园 却只怕纸衡绝非她的对手 陛下啊陛下 你何时招惹了 这般厉害的一个人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八十八集 唐诗言走回原处 那两名阿娜勇士 还在原地等她 待她返回营帐 唐诗言挑拎而入 却见容颜飞 已然坐在帐内 见她见来 眸光顺身凝聚 容颜飞喜欢穿 烟红色的裙衫 愈发颤得她绣颜娇美 她目光凝着质寻之色 唐诗言倒是一笑 怎么 不信我不认得她 容颜飞心知 自己太过多心了 可是那个原心 在阿娜三年 她对她完全没有好感 那女子生得清美高贵 可她的眼神心子 令容颜飞反感 不知是否因为 阿娜除了她容颜飞 这三年 便是原心最得人心 唐诗言笑着走近她 长指挑起她一丝发 你好像 对她很敌视 唐诗言笑容 愈发邪魅 不会只是因为我吧 容颜飞面色飞红 甩开她的手 谁因为你啊 那个原心 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 可惜父王就是信任她 三年前无意救起的 一个女人 因为对大元风土 人情十分了解 又是一名女子而已 父王便将她 当女军师一般留在身边 对她的话 总是考虑几分 可这个女人 总一副高高戴上 自明清高的样子 我不喜欢 容颜飞便是这样直接 爱恨分明 她若是爱一个人 便如火 同样的 恨一个人 亦如火 她是什么人 你可知道吗 唐诗言 豁而郑重地问 容颜飞倒是一正 随即挑挑戏眉 怎么 你对她也有兴趣 也 唐诗言难得郑重一次 却被她这个字惹得一笑 什么叫野 她很受欢迎吗 容颜飞走到詹潭边坐下 詹潭暖意融融 唐诗言坐下来 一感到那质感与中原之物 果然不同 不禁轻轻抚摸 只听容颜飞道 她啊 阿娜不知多少勇士 上门求取于她 也是父王 亦透露过这样的意思 可她总是冷冰冰的 具人千里之外 但因着对人虚伪的随和 仍然很多人喜欢她 虚伪 唐诗言追问 何以见得 其实 她无需问 她的虚伪 她刚刚见识过 那副雍容与淡雅 一旦受到拒绝于挑战 便会顷刻变作阴散的寒气 直逼心底 这样的女人 若是她 一定静而远之 容颜飞道 不知道 就是感觉 感觉她有这一副 高贵从容的样子 心肠 却未必那般 唐诗言笑笑 容颜飞看人 竟这样准吗 也许 她这样毫无心机 直爽率真的人 反而看人更加简单直接 反而更准确吧 唐诗言安自宁媒 这女人太奇怪了 她以大元人身份 得失于赫娜 并不奇怪 古往近来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便是大元 亦有熟悉赫娜风土的赫娜人 只是她身为一名女子 不但得失于赫娜 更得到许多尊敬 便令人不得不佩服 无论她用的是怎样的手段 但却可以肯定 她定是手段非常地女人 那么 便更不能让她回去 这样的女人 七侠殿里的那个皇后 怎么是对手 莫说是纸横 就是李昭南 她亦是伤及脑筋的 这个李昭南真是的 风流不分人的吗 还有 她说 一旦戎尔丹看了圣玉 再加上几句她的话 此番便必然成功 又想解李昭南临行时 忽而郑重的神色 不禁心里微微忐忑 那道圣玉上 究竟写了什么 她真后悔 果真那么老实地 没有偷看 你在想什么 容颜飞见她脸色沉重 似乎神思深深 唐世言回神说 没什么 公主 那缘心来历 便真的无人知道 容颜飞秀颜忽而一板 微微扭过头 唐世言一正 什么 容颜飞长截翻动 眼里明光盈盈 却并不看她 你还叫我公主 唐世言神情微微一色 一尴尬地侧过了头 那 那要叫什么 嫣儿咯 容颜飞扭过头 双手搭上唐世言的肩 获使她与自己对望 唐世言的眸光 轻可照人 豪意的脸阔 偏偏一副俊秀丛容 淡定间 也露尖锐 尖锐里 又见柔润 她与李昭南不同 便在于 一个是雪山顶千年的玄冰 孤傲 桀骜 冷酷至寒 一个是青山眷岭上 一颗高耸的青松 坚韵不拔 清高 又非可望而不可及 唐世言亦望着容颜飞 一双灵秀的青眸 她想 他们两个的共通之处 便是眼里从来不掩饰 心中的爱恨 一眼便能看透对方 唐世言渐渐收敛目光 令慕色里 唯有容颜飞清丽的面容 她微凉的手指 敷上她秀美容颜 她唇烟红 如同她一身飞燃 婴儿 低柔的轻患 无端令仗内残火重燃生机 跳跃的热度 令心口出一阵大乱 即使 直率若容颜飞 亦不禁面色桃花 滴滴垂下目光 浓情四溢 她的呼吸渐进 容颜飞只觉得 额上淡淡热气 是她的呼吸浸在咫尺 如同接连花落 轻软地扶过裙摆 她几乎将头沉下 却又隐约迎合 双手攥紧 她不知 她的心跳竟可以如此剧烈 公主 呼得一声世人的呼喊 惊呼了胀内一片隐秘 唐世言连忙放开手 起身站到另一边 微微咳嗽 容颜飞一坐直身子 低声说 进来 两人不禁对望 这大傻风景的人 那世人道 公主 王请您与唐义公 仗内叙话 现在 容颜飞一惊 望向唐世言 难道 父王的决定 竟这样快 唐世言 一时疑惑不解 二人来到大帐 帐内 兴起和暖的篝火 冬日 营水河畔格外寒冷 虽是青天白日里 亦不免瑟瑟发冷 唐世言 与容颜飞 各自行礼 方才望见 大帐的另一边 袁新正端坐 形容端庄 目光清透 仿佛傲视一切 唐世言不禁眉心一宁 此女如何在此 莫不是又耍了什么手段不成 唐世言眉心微拧 莫名戒备 袁新却默然饮着清香浓郁的茶 胡作一声 容额丹看着容颜飞 声音平静缓和 燕儿 为父看了大元天子的圣誉 加上袁新姑娘竭力为你二人说话 为父决定 同意你与唐玉公的婚事 而休两国之好 容颜飞与唐世言大惊 一同望向坐在身边的女子 袁新不过淡淡的神色 端然一台眉 依然静默 袁新 她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 那道圣誉里 又究竟写了什么 袁新的一句话 冲进脑海 唐世言不禁一礼 她说 李章男的很多事情 都是瞒着她的 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实在是太佩服这个女人 功心之战 又上上成的功力 令人不由的便会心生怀疑 若非 她与李章男友多年的了解 一定便轻易动摇了 但唐世言之 此时 她一定要比她更镇静 于是从容道 如此 便多谢王 多谢袁新姑娘 容儿丹点点头 唐世言 你可要好好对燕儿 燕儿是我 阿娜最高贵的公主 忠不得半点委屈 你要知道 唐世言望一眼容颜飞 只见容颜飞的眼光 溢在袁新身上 不能一看 她拉紧容颜飞的手 笑着说 那是一定的 此事不虚王吩咐 唐某一回 袁新盈盈起身 朝着容颜丹 微微失礼 那么 袁新便先告退了 王与公主 定然有许多提起话要说 容颜丹点点头 容颜飞是她最爱的女儿 一招远家大元 确实许多不舍 一向冷眉立目的容颜丹 一不及流露出极许哀伤 容颜飞见了 心中一动 她走善前 父王 她不知 父王是否真心为她一人 而放弃了这场战争 选择相信大元 相信李昭南 相信唐世言 可妇女情深 血浓于水 父王这般的眼神 也令她心里酸酸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袁新投经唐世言身边 气眉一条 你该怎样回报我 唐世言一正 见容颜飞与中尔丹妇女相望 容颜飞投在中尔丹的怀里 恋恋不舍 她一随着袁新走出大帐 叫住她 姑娘 唐某可不曾记得 硬下过姑娘什么 姑娘自作主张 是否过于自以为是了 袁新停着脚步 回眸笑道 是吗 那我们走着瞧了 到时候 不要来求我 说着 全山未扬 转身而去 唐世言却不免 先逃一礼 这个女子 太甚了 便连容颜丹的决定 都可以左右 是她的话 还是那道圣谕 还是双管齐下 她不确定 她唯一确定的是 这名女子 绝非等闲这辈 成功了 可代价是什么 因为这名女子 忽而更加扑朔迷离 唐世言一直等在大帐外 容颜飞泪眼 盈盈走出大帐 夜暮将至 风更寒冷 唐世言走过去 轻轻搭住她的肩 轴身安慰 我又不会再朝围观 随时可以陪你 回阿娜看你父王 容颜飞点头 当父王俯制她的发时 小时候的种种 便浮现在眼前 因为母亲难缠而死 父亲方从小 对她特别珍爱 给予她一切 她所能给她的 这一词 自然自己去意坚决 可当真事情 变在眼前 亦是不小的伤悲 容颜飞逝去泪水 却一如唐世言 一斗重重 她举眸看向她 那圣御上 到底写了什么 你我什么时候 变得这样老实了 陛下说不准看 便果真没看 唐世言摇头笑道 是她太了解你我 心知 只要她那样说了 咱们两个就不会看 才这样放心 说到底 还是被她算计了 二人徐步而行 夜色漫漫 寒风入骨 唐世言将容颜飞 揽在身边 紧贴她的温度 笑容丝丝冰寒 燕儿 有一事 不知你能否办到 唐世言犹豫许久 终是缓缓开口 夜色弥漫 天与穷隆 阔远无边 唐世言的脸色 在夜色下显得凝重 容颜飞却扬眉一笑 可是要我 去偷看圣月 唐世言微正 随即眉宇扬笑 果然聪明 正是 你可有法子吗 容颜飞略微思量 父王于自己 确实不曾有太过戒备 而额纳冰室 自已不会拦走 她的行为 只是 诸要偷看圣月 却依然不能光明正大 偷看 却不知时机 是否允许 唐世言一知 此事难为于她 可如今 她心里纠缠的疑问 已经绷紧到极度 她明白 她若去问原心 原心定会告诉她 可条件 便是带她回大园皇城 这个女人神神秘秘 居心叵测 她可不愿去求她 容颜飞忠实道 我试试看 其实不止唐世言 容颜飞亦是满腹疑惑 她亦对李章男的剩余 充满不解 为何父王一看 便变了脸色 为何会如此之快地决定 搭远他们的婚事 月高悬 青天烂漫 营水河畔 青色更寒 阴霾的天色 笼罩极里营地 仿佛运袭着某种 即将爆发的风潮 暗暗涌动的天云 在夜色里不甚鲜明 一片漆黑的静谜 此时 容颜丹正于大仗 与阿娜仲臣商讨 下一步对策 虽然也将告知 唐世言与容颜飞的婚事 容颜飞趁机来到寝账 她记得 那圣玉该是在寝账之中 递给容颜丹 她她该是没有拿去 这种事情 该是秘而不宣的 否则 怎么会婚姓告知天下 却并不告知缘由的 容颜飞断了安神汤 守卫自然没有烂汤 她将汤水放在桌案上 大盏之内烛火高烧 暖热的炭火盆子 发出刺拉的响动声 她小心翻看着父王的书案 父王书案上书册并无多许 一脚锦色映入眼帘 容颜飞一喜 连忙轻轻地挪开上面的书册 将那一道圣玉展开来 她水眸动荡 一行行看去 却疑心自己定是看错了什么 那一字一句含混不已 却纷纷明明地写着 唐世言 浅河七年 生于大约卵养 父唐靖东 君且三思后行 只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容颜飞凝眉不解 却心里莫名跳动不止 这显然是说的唐世言的身世 可是唐世言的身世 她自己竟是不知道的吗 就算不知 这样简单的几个字 又包含了怎样的含义 为何父王会惊吓至此 无论如何 此地不宜久留 她立时将圣玉放好 迅速走出大帐 唐世言徘徊在自己的帐中 烛火烧了大半 见容颜飞迈进帐子 连忙上前道 怎样 容颜飞微微凝眉 望着唐世言急切的脸 她目光里的犹豫 更加深了唐世言的惊诧 容颜飞从来爽直的性格 此时此刻便这般犹豫 不禁令她争松 她忽而郑重地说道 燕儿 不要瞒着我 她莫名地心里动荡 多年犀利敏锐地直接告诉她 这一切与她有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八十九集 容颜飞缓步走到竹台边 拿起银亮剪刀 轻轻剪去竹色弹光 她轻声问 唐世言 你的父母 她没有问下去 她忽然发现 她问不出口 唐世言骤然凝眉 父母 这一切 与她父母有关吗 唐世言猛然扭过 容颜飞的身子 清朗的眸 目光破人 我没有父母 老帮主江洪 便是我亲生之父 容颜飞秀眉微明 唐世言的脸 皱紧 扣着她细巧的肩 心中对时慌了 该不该告诉她 要不要告诉她 她的样子 显然什么也不知道 她狂乱的眸色 如是夜漆黑的天穷 无边际地席卷着她 既然 父王看了她的身世 便惊惧至此 李章乃一时认为 此事乃一招必杀 那么 便定是不得了的事情 她的身世 究竟有怎样的秘密 自己到底该不该说 她心底挣扎 凝望着她 唐世言忽而鸣解了唇 燕儿 你不会想要骗我吧 容颜飞一正 唐世言 逼人的气势 几乎令她无所遁形 无处可逃 心中一定 如此优柔寡断 岂是她容颜飞 况且搜长瓜度 她意想不出骗她的谎话 不如直说 容颜飞叹息一声 道 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唐世言 清禾七年 生于大原卵阳 父 唐靖东 君且三思后行 唐世言身子大震 几乎不可追线地 看着容颜飞 她说什么 唐靖东 父 唐靖东 为什么 她恍惚感觉一切 都是不真实的 可容颜飞肯定的神仙 却告诉她 她所说的话 一切都是真的 父亲 自己的父亲吗 她千丝万想 皆没有想过 那一纸圣玉上 竟只是写了 这样一句话 貌似是 自己的身世 原心淡笑的脸 疏然闯进脑海 你不想知道 你的身世吗 到时候 就不要来求我 那些片段的话语 反复回响在耳边 难怪 原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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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直入主题 我认词 我认词 容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容颜飞望着她一副高傲 却又顾自清和的样子 心头火起 缘欣 你不要总是这样 功能玄虚 父王受你蛊惑 我可不会 你从来我阿娜那一天起 便没安置好心吧 这次父王进军大元 亦使你竭力赞成 并提供了大元路径 一路顺利抵达营水 而此时此刻 又装作好人一般 你究竟是何用意 唐世言一惊 没想到此番阿娜与大元之战 亦是她挑动的 不禁心底一寒 这究竟是怎样的女人 她眉眼清淡 容色清秀 如水一般的女子 怎么 竟是一则幽深的痰 若真如容颜非所言 那么 岂不是这一切 都在她的掌握之中了 她难道从一开始 便打定了 要回大元皇城的主意 而策动了这一切 背脊上 不见冷汗沉沉 这女人太可怕了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必似李昭南一般 有多少次 李昭南一时这般 与无声处听惊雷 给人措手不及的致命一击 原心浅笑盈盈 看向容颜非 公主 你与唐世言的婚事 若非我一分懇切 王子会如此轻易地搭远 难道公主 便不该谢我一声吗 容颜非扭过头 不做理会 原心笑意渐深 唐世言 你可想清楚了 莫样觉得 是我逼迫了你 明明便是逼迫 却要装作 如此轻高无辜 唐世言一声 弄火烧了心尖 却无奈 指的点头说 唐某言出必见 只要姑娘 说出这其中原有 唐某自然 带姑娘 一同返回大园 好 原心眸光瞬间 亮色分明 一言为定 唐世言点头 容颜非却未想到 原心的条件 竟是一同回到大园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叶黄飞 竹眼烧透 原心身子恶挪 步步摇动 影子翩翩 唐世言 你小勇冷静 忠心耿耿 果然不愧是 唐静东之子 降门之后 降门之后 唐世言与容颜非 皆是一惊 唐世言努力回想 却想不出 大园著名将军中 有一个叫做 唐静东的 而自己 从小便是孤儿 若是降门之后 何以会沦落至此 你说什么 降门 唐世言沉声问 原心收敛笑语 竹眼在眼光里 建成一线 不错 唐静东 乃大元抗击 阿娜著名将领 后 阿娜之所以 与大元交好 亦是因着 这名将军 可是 他的名字 却不能再入史册 一字字 愈发尖锐地刺激心脏 唐世言听得心惊不已 原心清宁的眉心 亦令他双手握紧 原心继续道 唐静东 当年的陆远将军 南征北战 未尝败继 那年出征阿娜 赶上连降暴雨 阵前 阿娜与大元军 皆感到艰辛 大元更被战线过长 而连累 逐渐不知 从无败继的陆远将军 被围困在 赫娜莫克拉山脚下 被赫娜兵俘虏 当时陆远将军 仍然想要忍辱偷生 便假意留在赫娜 更无意间 救起了被大王子 追杀的小王子 而那小王子便是 荣耳丹 荣耳飞与唐世言 大惊失色 不接互望一眼 两人神色里的惊诈 原心自可想见 可他却依然不缓不及 荣耳丹感念着唐靖东 与他结为兄弟 可唐靖东 一直心念大元 荣耳丹却想 将唐靖东留在身边 作为心腹之人 于是 在王权争夺中 逐渐占据上风的荣耳丹 终于登上阿娜王位 却向有意向 想要赎回唐靖东的大元放话 唐靖东已投降阿娜 并封为王帝 当时 李忍亦不敢相信 派人多方打探 却得知 唐靖东早在 荣耳丹登位之前 便已与他结为兄弟 李忍大怒 亏得他一心 想要营救唐靖东 更认为 兵败歌纳 是唐靖东早有预谋 急奴之下 未经再度确认 便下令 诛杀唐靖东全家 留下千古忽明 那时候 唐靖东妻子 已产下一子 唐靖东从未见过 已经一岁多 当年江洪将军不忍 便暗中救出了 那个孩子 可半路又欲追兵 孩子一路名家 待江洪将军 再返回寻找时 那家人却不见了踪迹 从此 失去了那个孩子的信息 而那个孩子 就是你 唐氏言听得心惊肉跳 容音飞 更是不敢相信地 望着袁欣 只听袁欣继续说 后荣耳丹深感愧疚 那时 他一年轻 未及后果 面对唐靖东 他无言以对 唐靖东遥望大元的方向 挥见自闻 已是清白 临死之前 荣耳丹亲口承诺 他有生之年 绝不再犯大元 袁欣目光望向二人 轻轻一笑 后来 唐靖东身边副将 得以回到大元去 将一切讲述给黎人 黎人一身为愧疚 但是 史册终是不可留下帝王之错 故而一旦名将 便从此消失在了史册上 他的功于所谓的过 全都一笔勾销 唐诗言听得心惊肉跳 这些往事 在袁欣的一声一句里 生动而惊心动魄 仿佛当年的杀戮 并在眼前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竟会有 这般离奇的甚事 袁欣见他征松 回身走到书案前坐下 后来江洪老将军 已遭逢大难 但仍然竭尽全力地 寻找你 终于 黄天不负有心人 让他无意中救起了你 你的身上 留着他当年 落上的一丑疤痕 唐诗言下意识地 捂住右肩 他的右肩上 的确有一块霸 那么 袁欣的话 并不容置疑了 是不是 那么 便是荣尔丹 间接害死他的全家 大元亲手杀他全家 是不是 他豪意的脸 不禁苍白一片 而这些 李昭南显然全部知道 早就知道 可他一个字 也不曾提过 自己却为他出生入死 便如当年的父亲吧 他忽而攥解双手 容烟飞目光颤抖 望着唐诗言僵直的样子 茫然地连声道 不 不 你说的不是真的 容烟飞直指原心 原心却不过诞生一笑 公主 是真是假 唐诗言自有判断 而此犯中尔丹 显然一年头久了 以为不会再有人知道当年之事 可不曾想 这些旧事 当今大元天子 亦是了人于心 陛下的一句话 便是提显他当年的承诺 而我不过是说了一句话 我对王说 当年王欠唐靖东全家人性命 如今唐靖东之子 求求您的女儿 不正是上天要您偿还的时候吗 这都是天意 哇 容烟飞忽而拔出腰间弯刀 原心毛光一致 激烈的刀锋划过竹灰 竹影乱 原心却侧身一闪 微凉先知 从容握住了容烟飞手腕 容烟飞一惊 但借原心一身飘逸 目光淡定 唇角带着一丝冷笑 他不曾想 这柔美端庄的女子 竟身负武功 你 容烟飞惊讶道 你会舞 原心胆笑 不可以吗 他高挑的眉风 优柔的笑眼 如同天界神女 雾落凡间 脱尘之美 淡雅从容 可她的心 却是地府阴邪的鬼魅 她的淡定 是一柄尖利的刀 轻而易举 便可刺透人心的最深处 唐世言意识一惊 原心 非但心思深沉 气云高贵 竟是身负武艺 文武双全的女子 这样的女子 本该是世间 不可多得的人 只可惜 太过的锋芒 令她的光滑 陡然失色 唐世言心中 百感交集 一切来得太快 仿佛所有的一切 都在她的一番话里 颠覆 原心放开容烟飞的手 转身说 唐世言 莫要忘记你说过的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还有 你 你为何会持有那块墨玉 她的身份 实在可疑 原心背对着她 背影鸟鸟 我说过 你无期知道我是谁 而那块墨玉 我也说过 原本她便是一对 只是你不愿意相信 那么 便只有去亲自问你 誓死效忠的陛下了 原心轻轻 受斩奸绩 清代说 我一似乎说过 你的陛下 有许多事情 是你不知道的 悠悠回眸 目光深刻 行了 我累了 要歇息了 书者 转身向内障而去 原心所居大帐 亦是规格极高的 不比中烟飞 与中尔丹的差 可见此女子 有着多么大的本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黄飞 作者 悠然 演播 夜离 后期制作 野心 第九十集 唐世言转身出去 钟烟飞急忙跟出来 唐世言 她唤一声 唐世言顿着脚步 钟烟飞唇脚 不自觉颤抖 目光苍然一片 夜色弥漫 做水雾蒙蒙 唐世言的背影 忽然凄凉万分 唐世言 你真的相信那女人说的 那女人 那女人从来都是诡计多端 城府极深 你不要轻易地别信了她 容烟飞急切地想要表达什么 却画到嘴边 似乎总是词不达意 夜 深得无尽 星色被涌动的暗云遮蔽 月光透出一缕 更显得苍白 唐世言没有回身 只是长叹一声 燕儿 让我见一见 我要好好想一想 说完 她静止而去 钟烟飞欲要跟上 却莫名地挪不开步子 一丝风荡过 钟烟飞 静止不能筋手 身子一颤 脑中却一片空白 不要相信袁新 她话虽着虽说 可她的心里 亦是信了她 袁新那女子 虽然她全无好感 可她的确出类拔萃 乃女中智者 否则 父王亦不会那般看重她 而她的话 思思不漏 亦找不出丝毫的扩展 难道 她与唐世言 果真有着间接的 灭门之仇 难道 荣耳丹当年 果然如此 害死了她的父亲 那么 她与她 容烟飞摇解双唇 唇色如同月光的白 深冷的空气 仿佛在胸翼间凝结成冰 制住了她的呼吸 不 她不相信命运 会如此捉弄人 她与她 也有结发之情 但越是这样想 便越是心里空落落的 那结发之情 又岂能抵得过 密门之恨 她 实在是不能衡量 一风冷冽 进尘 欲发狂乱 唐世言没有回营地 而是站在营地 微高的小坡上 向着大圆的方向 往茫茫中原 吹角莲莹 一线扩远平地 狼烟未尽 心已成霜 永夜无际 青山泛着清凉 微暗的视线里 唯有往事 一幕一幕 随着日色渐渐透明 似通 唐世言的眼睛 微微地疼 原心的话 无丝毫破绽 可寻 那么 自己算什么 大圆皇室 任凭百步的玩偶 一生为大圆 孝死 一生为李昭南 之命适从 却不知身上的 血海深仇 而李昭南 他明明全部都知道 却一个字 也不曾提起 是怕失去了 宫外强缘吗 还是 他还有其他的目的 李昭南的音箫与诚服 殊然清晰无比 曾经的曾经 李昭南的密令 一道道冲入脑海中 多少杀戮与决染 多少冷酷与残忍 他亦曾感到 无比心惊 直到习惯了 他的行为做事 一丝麻木了一般 便觉得 那都是应该的 原心说 李昭南还有许多事情 是他不知道的 他又指什么 他是不是 依然话里有话 如果有一天 自己一同父亲一般 战白沙场 那么 他又会不会 如同他的父亲一般 杀了他 杀了他 想着 心尖便不免一抖 双手不自觉 钻成拳 直接坐下 夜幕 茫茫茫退去 晨光一点点 渲染起天边 一抹黯淡的灰毛 那一片淡灰 顷刻成了 眼底冰冷的双灰 对于原心 他不能偏信偏听 可是 他仿佛豁然发觉 对于李昭南 他亦不能再如从前一般 偏听偏信 唯命是从 容颜飞说得对 他对李昭南 是如同迷了心一般的愚衷 从不问理由 从不问原因 从不问一句 为什么 他转身回到营帐 营帐内 烫火盆子 烟气淡了 烛灰早已暗了 一滴滴竹泪凝结 仿佛是一株珊瑚树 沾毯上 咽喉一身的女子 半抱双膝 悠悠睡着 他不自觉放缓的脚步 轻声走过去 是容颜飞 他袖色面容泛着青红 长截上 似乎还有晶莹泪光 心底 是一种情愫 疏然占据上风 那一种柔软 在冰冷的洁气里 温暖如同一粒春色 容颜飞 这命里注定的相遇 若真真是天意 又怎能偏怪于她 这一切 原便与她无关 她坐在容颜飞身边 唤一句 燕儿 容颜飞身子一颤 霍然睁眼 她望着身边的唐世言 她一脸眷色 满目疲累 望着她 唇角却流露出一丝 无奈的苦笑 燕儿 我们明儿个 变回大园去吧 容颜飞 争 争 唐世言的脸上 飘护的击苦 令她的心 抖人刺痛 昨夜 她一思量了许久 却始终心乱不已 毫无头绪 她想过 再次面对唐世言时 无数的场景 却未曾想 唐世言的眼里 仅依然是倦倦情深 唐世言看着她 修长的纸 浮上她泪湿的脸 容颜飞鼻端酸涩 泪水冷冷掉落在她的手背 她重重点头 猛然投入唐世言的怀抱里 生平 她第一次 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一夜皇飞 阿娜同一公主容颜飞 和亲大员唐义公 两国修兵 重新签订友好心盟 唐世言不得不钦佩袁欣 袁欣不过几句话 便令容额丹 放她回到大园 容颜飞与父亲 西北营水河 目送阿娜大军 于三日后 消失在营水河一线山脉中 这一次离别 不知是多久 只是她知道 从此以后 她与父王间 便多了几番莫名的隔阂 父王的决定 非她所愿 故而 便连她的婚礼 都未有留下观看 严将于到达阿娜后 将嫁妆奉上 容颜飞无奈叹息 她希望 至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两国万不要再起争端 容颜飞与唐世言 带着袁星回归大园 李章南与碧霄店设宴 容颜飞与唐世言 大婚于半月后举行 今夜宴会 迎来京东的第一场雪 大雪纷飞 梅香醉人 碧霄店银装素果 白玉宫街 冷血潇潇 纷飞的雪片 落满公园 朱漆柱子 在茫茫雪飞中 更有鲜力的红 绣面宫灯 一路高挂 飞雪漠漠 于宫灯上方 消融成水珠子 遥遥落尽 再也不见 已腻的叶 悠悠寒香 雪漠如同玉蟹 扑入眼底 美不胜收 晚宴大肆筹备 刺七霞店内 尽能嗅到浓郁的酒香 只横于李昭南 于七霞店内 召见唐世言 唐世言 一身风雪 黑色风袍上 落满银气飞飞 抖落了一身寒冷 暖融融的七霞店 唐世言 面目 却阴沉沉的 李昭南 微笑迎上前来 哼 看来一切 还算顺利 竟这样几天 便达成所愿了 不愧是唐世言 唐世言 本是极擅长 口是心非之人 可面对李昭南 他却遮掩不住 内心的激烈碰撞 一路也来 风雪连天 睡雪荧光如碎玉 他却无心赏玩 李昭南见他沉默不语 多年的了解 心知定然有事发生 他思量片刻 哭得跳成笑了 怎么不说话 唐世言亦望着他 不急开口 李昭南便眉风一动 道 莫非 你看了圣玉 一次一次 冰冷如同一粒粒雪珠子 唐世言眉心凝结了 一支烟不惠 是 我看了圣玉 李昭南似乎并无过多惊议 不错 那样一刀圣玉 他不能完全保证 唐世言会如他的预想 一支不堪 李昭南微微一叹 缓步走向龙岸边 随意翻动手边一本书册 道 可是有话问着 唐世言道 是 李昭南笑道 这样吞吐 可不像是你 唐世言微眉侧眸 看向纸横的身上 纸横一正 秀眉微微一蹙 随即会议了 本事熏着一壶冷向梅子茶的她 连忙起身 薄眠傲雪 凌眉芙芙绒群 摇曳如雪 清美的华贵 静淡的妖娆 纸横与原心的不同 便是更加真实 美艳就是美艳 绝不以故作出的清高 遮掩她傲视的容颜 绝不用刻意地骄傲 衬托她的清晨绝色 她盈盈一滴身 陛下 臣妾先告退了 梅子茶已经喷好了 李昭南点点头 只横走过唐世言身边 与她目光相处 三年的相处 她亦对唐世言 有多少的了解 她这个人一向大而化之 若非极严重的事情 绝不会令她神情凝重如此 她叹息走出殿门 只希望她与昭南之间 不会生起什么波澜才好 只横出门 唐世言亦遣下了所有事人 店内高烧的烛灰与炭火 纠缠着鸟鸟如雾的兰草清香 生腾若一脸渺渺屏障 隔绝在李昭南与唐世言之间 许久 唐世言方开口说 我的身世 我希望 你亲口告诉我 她没有踢到原心 李昭南手指一掷 停在书册的一页上 随而静静说 你想知道什么 唐静东 所有 唐世言的话 短促有力 不容置疑 李昭南心中一颤 她此言说来 莫非她竟是得知了一些不成 是戎尔丹说的吗 想想不会 戎尔丹的性子 是急怕丢面子的 这种事情 她该不会主动提及 自己那一行字 不过震慑她而已 可唐世言 若非得知了一些 又怎么会是这样质寻 与阴冷的口吻 她与她说话 从不会如此 李昭南和尚收册 转身看着她 目光安静 避重就轻 试探道 唐静东 大元昔日 抗击阿娜 著名将领 却因种种原因 无缘使策 而你 便是唐静东之子 寻此而已吗 唐世言纯迹 有一条冷硬的弧度 李昭南心中 顿时明了 看来 她是知道了不少 暮色 一渐渐低沉了 你都知道了 是不是 是 唐世言对人道 她不曾想 事到如今 李昭南竟 还想要瞒她 李昭南深吸一口气 微微闭目 睁眼时 龙眸内 便布满一层 不可穿透的寒色 你想说什么 李昭南冷声道 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 唐世言握起双拳 愤怒的火光 营绕在彼此之间 她心痛不已 亏得她肯为她死而后已 可是这个人 却一直在骗她 她狂怒的样貌 李昭南从未见过 至少在她的面前 她一直是那般清朗的样子 虽说有些许随意 可觉悟半分不尽 而这一次 她见识到了 唐世言的怒火 高竹如同将夜色烧尽了 夜变得苍白 雪光冷了月色 暗淡了整片天地 李昭南沉默许久 不禁一声长叹 知道了又怎样 是要朕负债子长 还是 李昭南微微一颤 看着她的眼 便倾刻如刀 还是要去杀死 容颜飞公主的亲生父亲 唐世言 朕不说 有朕的道理 冤冤相报 你李昭南何时也会将 冤冤相报挂在嘴上 唐世言怒声打断她 智行的目光 令李昭南神情更寒 好 李昭南一高喝一声 疏然大踏步走下街台 他走到七红木下边 猛地抽出木架上三尺长风 剑光凌厉 电雨深寒 烛光被剑子割断 一瞬之间 昏天暗地 李昭南右手一扬 唐世言眨眼瞬间 那剑便朝着自己的方向而来 他伸手接住 再望李昭南 陷气犹在 李昭南的目光 冷似寒潭 那么 你杀了朕 朕给你这个机会 唐世言身子一震 惊悚地望着他 李昭南的铁血冷酷 他不是第一次见识 却是第一次直面他的决然 他握紧手中剑 整个人金乱在当地 李昭南沉声低合 杀了朕 朕 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以此次都如尖利的针 一根根插在心头 长剑在手 剑风寒透 他挥剑瞬间 却发现那双握挂了剑柄的手 剧烈颤抖着 那一层杀热无数的手 犹豫不决 李昭南站在当地 一动不动 剑尖一点寒芒 尤其刺目 他望着他 从中而冷酷 动手啊 他在逼他 在胁迫他吗 还是 在利用他 利用他多年 从命于他的忠贞之心 和多年并肩浴血的 兄弟之情 唐世言眸光惊动 手腕一阵不稳 你在利用我 唐世言双唇紧密 李昭南淡淡道 不 若你一剑刺来 朕绝不闪动 我李昭南说话 先生没想知 我李昭南